嗨 大家好 我是阿丹 我是露露 哇 現在輕軌開通了 來地月店更方便了呢 沒錯 只要在古山區公所站下車就可以囉 地月店就在我們輕軌站的左後方 說到地月店 你知道這裡也可以求姻緣跟展覽緣嗎 當然知道啊 在祖寺東月大地的優民信仰廟宇奉詩月老很少見 但絕對不奇怪 在李福岩的訂婚店中月老就說他是遊民之人 而他所看的姻緣部乃是遊民之書 在地月店啊 因為我們的東月大地是掌管生死福禍 很多人呢姻緣之士或爛桃花之士 也會來請東月大地幫忙 所以呢就有了我們的月老公公還有段元先師 一起分擔業務喔 而且地月店的月老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同性跟異性都可以求喔 那我們趕緊來看看祈求的流程吧 不管你是要拜月老還是要拜段元 一定要先來買一份金紙 沿著三樓到一樓的順序 才拜所有的神明 如果你是喜歡女生的呢 你就來求紅花 如果你是喜歡男生的就求白花 買完花組之後呢 你要另外點三柱香 將所求知事跟月老公公說 說完之後呢 這個花組裡面會有一張紅色的單子 在紅色單子上面寫在你的名字跟生辰 另外呢廟方會將姻緣布拿給你寫 你就在姻緣布裡面寫上你的名字 跟你所求知事 但別忘了在你的名字跟所求知事的最後呢 壓上你的手印 然後把它交還給廟方 廟方會將姻緣布跟花呢 一起放置內墊 所以不用擔心你的所求知事內容會被別人看到 這點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剛才有提告呢 訂閱店的月老公公是同性跟異性都可以求 那麼呢 同性跟異性的步驟呢 其實是差不多是類似一樣的 只是說呢 同性呢 我們會再多一個擲筊的這樣子的一個流程 為什麼會多一個擲筊的流程呢 因為這個求姻緣的這個儀式呢 是早在我們同婚合法之前呢 就設立下來的 然後當時候呢 很多同志朋友不知道未來能不能夠結婚 所以呢 心裡比較虛無飄渺 所以呢 多一道程序給同志朋友 是月老公公想要給他們多一點的關心 那即使現在呢 同婚已經合法了 訂閱店還是保留了這一個儀式 根據你想要求的對象 喜歡男生就求白花 喜歡女生就求紅花 這樣子就可以囉 妳剛剛說要擲筊 那如果擲不到筊怎麼辦 通常如果你跟月老公公保不到筊的話 那當然就問他的長官啊 妳就再去求老大公公 然後如果老大公呢 也保不到筊怎麼辦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或許是他有些事情想跟你聊聊 禮拜四的時候可以來問事 然後呢 老大公會把你保不到筊的原因告訴你 然後指點你一些感情的方向 來求月老之後呢 如果事成 要記得來還願喔 還願呢 那基本上就是看自己的心意啊 如果你已經有男朋友女朋友 你可以把他帶來給月老公公看看啊 那如果已經結婚的話呢 最近很多朋友 就拿了洗鐵洗糖或者是洗餅來 然後跟月老公公說謝謝 祈求流程怕忘記嗎不用擔心 廟裡面呢都有祈求流程的海報 不然也可以到訂閱的網站下載 我是阿丹 我是露露 如果喜歡我覺得我們這影片不錯的話呢 歡迎訂閱與分享 也不要忘記追蹤我們的臉書跟IG喔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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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露露 你覺得怎麼樣求月老比較會成功 我就引用 地月店李福大神他在祭祀的時候 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 能夠在困境或者是波折當中 依然看得到對方的優點 那就是很好的對象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你要選擇的對象 是要跟你洗手走一輩子的嘛 對 那怎麼樣是適合的對象 首先你也要夠清楚了解自己的性格 然後呢再跟月老公公祈求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避免掉一些盲求 或者是月老公公他也不知道 怎麼幫忙你的這樣子的窘境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要神助 我們人也要幫助自己嘛 對 所以你要去求另外一個 就是適合你的人之前 你也要夠清楚自己想要什麼樣的未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分享給大家 然後在求月老公公的時候 就盡量把自己內心的話 可以表達出來跟他說 就是你自己的性格啊 或工作環境啊 這些其實都可以跟他講 然後比較常在哪裡出沒啊 他說不定可以 就依照你出沒的那些範圍 他幫你就是 幫你牽 對 就把那個範圍稍微 narrow 縮小一下 然後遇到你的真命天子 或真命天 那你想要求什麼樣的人 像禮服大神說的那樣 在困難跟逆境當中 依然可以看到我的優點 我以為你會回答做湯好 當然做 外表像做湯好 但更好啊 問題是湯好只有一個 比莉姐 我就是當媳婦不錯吧 好 抓了抓了抓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